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时我父亲 他是在美术学过的 那我父亲他的书法也书得好 当时就是因为心体不舒服 回家又休养 那个时间他就叫他开始书日 他书日就是在地上 舍在地上的佣装和红装 方装 浇水来舍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务足紧张 要找纸也很困难 他七岁的时候 就已经外面都很开明了 丁借梅老师那个时候 他就舍了一张叫 《天不热能无庸替》 就说明借梅老师当时的时候 他说很抗重这个李宗盛 主要他是有点聪明 在家上他是很糯的 那个当时的中原电视台 当时的周间电影制片厂 拍过新闻 拍过电影 那些插片 小小书法家是那时候开始的 现在显起来 因为人们对于所谓天才 对于所谓神 都有一种比较偏神秘的那种良想 但是在我想起来 因为不神 所以神也 就是所以人的诚实和朴实和真实 这才是神 觉得任何时候 时时刻刻 都不能有交心 所以时时刻刻 都要以这种比较平实的 比较虚心 对待这个世界 对了 是 我们的创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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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